屠夫的忏悔 这个故事出自于清朝大学士纪小兰的岳威草堂因果录 话说有位老和尚路过屠宰场时 突然泪流满面非常悲哀 大师大师你怎么了 是不是感到身体不舒服 不是的 大家对老和尚莫名的悲伤流泪无法理解 于是纷纷去劝慰他 并询问他为何会如此 然而老和尚却说出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不瞒可问 我能记得前两世的事 大师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出家人不达妄语 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前几世为人 长大后就当屠夫 然而我那时活了三十多岁就死了 我的王魂被鬼族捆绑去了阴间 由于我从事徒业 罪业深重 阴罗王便让我转世为猪 接受恶报 当我恢复意识后 发现自己已经转世投胎 我变成了一头猪 出生在那肮脏的猪圈里 我发现人给我们吃的饲料很脏 看了这些饲料就觉得恶心 怎奈鸡肠鹿鹿 恶火翻烧 五脏六腑像要焦烈 不得已也必须勉强吃下去 后来我渐渐能通晓诸语 经常和同类们聊天 他们当中能记得许多前世的事 只是没办法向人类诉说 他们都知道 总有一天要被宰杀 所以平时常常发出身影 那时说到心酸处 都在为将来发愁啊 他们的眼角和睫毛上 常常挂着泪花 都是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悲弃啊 他们样子呆痴 体态笨重 到了夏天 酷热难熬 只有把身体泡进在烂泥水坑里 才感觉好受些 但这样的条件 却也不可多得 他们的皮毛稀数 到了冬天 极不耐寒 所以 当他们看到狗和羊 那一身柔软温和的毛皮 羡慕得 简直像是兽类中的神仙了 真没想到 这些猪过的日子是这样的悲惨 最悲惨的 还是等长够了重量 就要宰杀的那一刻 我们被抓住后 人们用脚很近地踩住头部 将四肢提肘用绳子捆绑起来 那绳子勒紧的几乎快到骨头上 通得像刀割一般 接着就把我们装载在车上或船上 互相挤压重叠 只觉肋骨欲断 百慢涌塞 肚子像要裂砍 有时候 用一根竹棍 把我们的四体朝天抬着走 那滋味 比官府给犯人上三木夹还难受呢 到了屠宰场 就一下子被扔到地上 这一帅 心疲一味 肝肠欲碎 痛苦难言 有的当天就被宰杀了 有的被绑着扔在那里好几天 更难忍受 这些猪又要被杀戮了 我至今还记得 屠夫先用尖刀把喉咙割断 把血倒进盆中 那个痛苦没法用语言表达 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只有哀生长鸣而已 血放完了 才一刀捅在心坎上 疼得转不过气了 才停止了哀嚎 我死之后 燕王老爷念我前生还做些善业 允许我仍可以转世为人 那就是现在的我 刚才我看见屠宰场 想到里面的猪身受屠戮之苦 不禁怜想起我前生的那一番 苦难遭遇 又想到这位屠夫来生也不免受同样的屠戮之苦 这三种情感迁盈于心 泪水竟不知不觉地自眼眶中全涌而出 老和尚的这番话 让在场的一些屠夫立刻丢掉屠刀 改行卖菜去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诚心忏悔过错 广爱众生 畅养慈悲心 都是众人所赞同静儿笑法学习的 然后下屠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